拋下所有的狂障 可以去最遠最深的地方 我們有一個人生選擇題 要讓你在這些問題二選一 一樣覺得自己是狗派還是貓派 狗派 能夠代表自己的水果 蘋果還是檸檬 當然是檸檬 生命之花高雄演唱會當天的天氣 是37度的大熱天或哭過的下雨天 好難喔 要看那時候有沒有缺水吧 我比較希望是37度的大熱天 但是如果缺水的話 就還是哭過的天空比較好 當危險時刻只能救一個人的時候 你要救親愛的老公還是可愛的兒子 當然是救兒子啊 這個立刻描迴耶 不是而且這個問題不可以問媽媽 應該問老公 是 因為應該問爸爸說 請問當你的老婆和你的兒子 掉到海裡 你會先救誰 那我們留給惠倫姐回去問 我現在可以幫她回答 救兒子 都是救兒子 世界末日子 剩下一種食物可以吃 榴槤或香菜 你要選哪一種 我都可以吃 對 大部分都不敢吃的榴槤跟香菜 剛好是我喜歡吃的 妳好特別喔 那妳要跟我們透露妳不敢吃的嗎 生的鳳梨 水果的鳳梨 就是如果她做菜煮過了 所以鳳梨蝦球沒問題 鳳梨蝦球沒問題 但是鳳梨切片就不行 以下超能力會選擇 狂吃美食不胖或者長生不老 當然是狂吃美食不胖啊 我相信這個是不管妳幾歲 妳從十幾歲 然後到五十幾六十幾都會希望吧 就是妳前面放了一大堆美食 然後妳每一種都可以吃 好好的吃 好雖然現在還沒有辦法完成這種超能力或這個心願 但是我們現在就可以立即先享用前面的美食 我可以吃了嗎 可以 荊棘豆花 好我現在就要來吃這個荊棘豆花囉 好好吃喔 你知道因為她的那個豆花 會有一個焦的那個香氣 手工豆花才會有的那個 有一點微焦的那個香氣這樣 豆味蠻明顯的 對 豆味很明顯 甜度啊 因為她加了那個荊棘進去 對我來說也不會太甜 那我現在要把那個荊棘吃掉 看會不會太酸 好酸 給大家我給我記住 你是騙我 但是妳就是再吃一口豆花 就會平衡掉那個酸酸苦苦的感覺 所以這碗豆花就是人生啊 有酸 有甜 有苦 少了辣 對喜歡的朋友可以自己自己加一點辣椒進去 因為我們的那個演唱會啊 是下午4點開場一定要記住 下午4點開場 所以如果妳是很準時吃晚餐的 妳一定要在進場之前呢 就先把自己的胃填飽這樣 所以不管妳是要去吃排骨飯啊 還是先吃一點點心啊 蜂蜜蛋糕啊 豆花啊 喝杯奶茶之類的 入場前把自己先餵飽是很重要的 沒錯 既然來到高流外面很寬寬 我還沒吃飽欸 沒關係妳要保持身材啦 就是我們帶我去滑板 想問一下惠倫滑板妳覺得有小秘訣是什麼 小秘訣就是不要摔倒啊 我的滑板真的不算是很厲害那種 因為我其實沒有什麼花招 沒有什麼技術 我就只是上板 然後滑一滑 然後可以下來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跟我以前的形象差別很大 為什麼 所有人怎麼會滑滑板 對 因為就是嫁給一個老公 就是她是剛好 板類運動都很厲害 滑板啊滑雪啊 所以你知道就是也跟著她 開始去接觸這些運動 那我覺得還蠻好的 因為其實這些都還蠻高刺激型的運動 速度 追求那個速度感 追得過一切 今天錄這個影片啊 除了介紹在地的一些小吃 重要的當然還是要再提醒大家 生命之花演唱會高雄場在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希望大家可以趕快來來跳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